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是他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 而且深得器重 工资也水涨船高 而他每天处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工作环境当中 做着不喜欢的工作 工资也是朋友圈垫底的 想当年都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同学 这样大的差别让他一时无法接受 我劝他 既然对现在生活不满意 那咱就想办法改变一下 他一时热血上头 好啊 我决定去考一个CPA 不能浪费掉大学的专业 再去找一个新的工作 我本以为他的计划正在慢慢地进行当中 直到前几天 又看到他在微博上吐槽自己的上司和同事 于是私信他 CPA还考不考了 他说 我想了想还是不考吧 我这个人就是懒呢 办公室的勾心斗角 忍忍就过去了 我发现 很多人就像我这个朋友一样 明明不喜欢自己的生活 却没有改变现状的执行力 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 有个人 每隔三两天就会到教堂祈祷 而且他的祈祷词几乎每次都一样 第一次他到教堂的时候 跪在圣坛前虔诚的地狱 上帝啊 请念在我多年来一直敬畏您的份上 让我中一次彩票吧 阿们 几天之后 他又垂头丧气地回到教堂 同样跪着祈祷 上帝啊 为何不让我中彩票 我愿意更虔诚地来服侍您 求您让我再中一次彩票吧 阿们 没过几天 他又回来了 再次重复他的祈祷 如此周而复始 直到最后一次 圣坛上发出了一阵宏伟庄严的声音 我一直垂听你的祷告 可是最起码 你也该先去买一张彩票吧 哼 想要中奖 那至少也要买一张彩票 不满意自己的现状 那么总该为了改变行动一次 做点什么吧 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报道 说的是一个北京的小伙子 想去德国柏林 看女朋友 他选择了一路搭便车的旅行方式 历经1.6万公里 13个国家 穿越中国 中亚和欧洲 最后在柏林的广场 偶遇了自己的女友 小伙子在旅途当中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有些事 你现在不做 永远也不会做 体股关定 越来越差的执行力 是一个人慢慢没出息的表现之一 执行力差的人 整日刷着鸡汤文 隔着手机屏幕 羡慕别人的生活 把他人的成功归于运气 但残酷的事实却是 他们只会抱怨 从来不会为现状 做出改变 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同起点的小伙伴 越走越远 无能为力 昨天好朋友小爱突然打电话给我 说是决定辞职了 想要去考研 我问她原因 她支支吾吾了半天 原来小爱毕业之后 在家广告策划公司上班 但是总是出现负面情绪 每次写的文案发给老板去看 总是得不到任何反馈 当时明明要得那么急 小爱觉得自己的劳动成果 受不到尊重 最糟糕的是 老板喜欢在临下班的时候说 今晚开会改方案 可真的 等他到八九点的时候 往往只改了两三句话 或者说 无关痛痒的问题 小爱 恨透了这种无谓的加班 曾经满腔的干劲 全都一扫而空 于是产生了回归学校读书的想法 除了小爱之外 身边的很多朋友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都透露过 刚踏上社会的那段时间 真的想回学校读书 他们说自己很迷茫 即使大学读了四年 还是不明白 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小爱 后来说了真心话 踏入社会之后 发现与想象当中的 完全不一样 于是想回象牙塔里面待一待 给自己一段缓冲的时间 其实小爱并不是真的渴求知识 而是想要逃离现实 逃离自己不喜欢的环境 我记得马云曾经说过一句话 那些创业当中 你选择逃避的事情 最终会回过头来 给你重重一击 人生其实也是这样 那些必须经历的事情 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那些逃避现实的人 善于给自己制造一堵墙 永远待在舒适区内 断绝自己与新生世界的联系 这其实是一种生活的倒退 因为人就是在挫折和现实当中 越挫越勇 才能成长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否则只是时代的巨鹰罢了 前几天去叔叔家做客 见到了大三的堂弟 在吃饭的途中 我和叔叔一直在聊天 堂弟全程无交流 一直盯着手机屏幕 目光显得有些呆直 我问他 放假了干嘛不找朋友 出去打打篮球 运动一下呢 他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这几天打排位 忙都忙死了 刚说完 他就嘴里面塞了一大口饭 去房间打游戏了 我发现 愿意把大把时间 花在游戏和无关信息上的人 太多了 排队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年轻人 面无表情地站着打王者荣耀 地铁上 拿着手机看娱乐消息 搞笑视频的人 也绝对不在少数 甚至在朋友圈 好朋友们 一见面 寒暄两句 就开始坐下来 各玩各的手机 临结束的时候 再拍一张大合照 上传到朋友圈微博 就足以显示 有一万岁 你会发现 我们的生活 都被无数的信息流 切割成了碎片 这个时代 我们唯一学会的 就是用手机 快速浏览 每天几百上千条的微博 和微信推送 刷了一个小时 傻了半天 我们习惯了 不用思考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反正网上搜一搜 随便一搜 答案都是现成的一大把 承认吧 我们变得越来越蠢 越来越懒得思考 越来越没有出息了 娱乐至死的作者 波兹曼 曾经提到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等待我们的可能 是一个娱乐至死的 美丽新世界 在那里 人们感到痛苦的 不是他们用笑声 代替了思考 而是他们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想 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我们深度思考能力 正在被 亲手创造的信息社会 一步步摧毁 没有思考能力的个人 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如果可以 请放下手机 拒绝那些 透走你时间的 综艺游戏 虚拟社交平台 走出去 多思考 感受一下周围 真实的世界 我记得 美国小说家 在演讲当中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繁琐无聊的生活中 请时刻保持 清醒的自我意识 不是 我被杂乱 无意识的生活 拖着走 而是 生活 有我 掌控 与君共勉 这便是今天 分享给各位的文章 来自于京都 一个人 没出息的三种表现 如果你赞同他的观点 请在文章的底部 为他点赞 如果有话要讲 欢迎各位留言 喜欢韩星的声音 您呢可以在文章的底部 找找韩星的个人资料 加韩星的个人公众号 韩星 韩妃子的韩 天上星星的星 韩星这两个字 是我的本名 也是我公众号的名字 何其幸运遇到你 祝愿各位晚安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守着我的善良 随着我成长 所以刚悲的路纸不再漫长 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一杯清明天 一杯清过往 感动我的身体 厚重了肩膀 虽然从不相信所谓缠高水长 人生孤断 何必念念不忘 一杯清自由 一杯清死亡 宽恕我的平凡 驱散了迷惘 欧巴天亮之后 总是潦草离场 清醒的人最荒唐 欧巴天亮之后 总是潦草离场 清醒的人最荒唐 人不再无限 谁愿的草离场 魂巴天亮之后 万岁 夜街灵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